大家好,我是冠冠 今天来到隐藏在巷弄二楼的板得餐厅吃公司的尾牙 餐厅的外观其实就是一般的公寓住家 没错,就是那种一不小心忘记抬头看招牌就会错过的店家 这家餐厅就类似室内的板得的概念哦 装潢布置很普通 当天要达到一定的人数才有办法吃哦 所以他们不接受一般的客人 不过如果有机会是可以跟着已经足够桌数的客人一起凑 当然菜色的部分也要跟着一样才可以 所以如果要用餐的话 建议先打电话定位询问当天桌数是否达到开桌的门槛 我们这次预定的是一桌一万两千块的菜色 首先会看到板得一定会出现的瓜子 酒水的部分是另外加价的 第一道菜色是鲍鱼罐头跟海蛇 鲍鱼片底下呢是用凉拌海蛇皮丝垫底 口味还可以,是可以想象到的味道 第二道菜是龙虾拼盘 有龙虾沙拉、五味酒孔、深海卵丝、切片乌鱼籽 Aladdin Zah 牛虾 费 无论 甜 人 长 女 总 什么 这个 多多多 放這個幫我沾醬 謝謝 這很貴 是嗎 很貴 是嗎 很貴 是嗎 你做什麼 你做這種服務很貴 一小時多少 可以吃 有啷 Company 嘗喬 和韭彈 疼 接下来是台式米糕跟姜汁上巡 看着满满的蟹黄、蟹膏 肉质鲜美又饱满的蟹肉 是不是非常的诱人啊 还有这粒粒分明又Q又香的油饭 搭着香菇跟肉丝 真的是好吃到爆 来吃乾杯 食堆 一口就能吃起来 你都没有吃 吃 去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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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想要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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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第四道菜来的是各中鸡炖排翅 饱满的鱼翅以及入口即化的鸡翅 配着浓郁的炖鸡汤也是十分好吃的哦 再来是花冬太剑鸡肉质软嫩多汁 不会柴哦 第六道是橘红色的海盐橘大虾 虾子的肉质细致鲜嫩而且很大尾 是不是很吸睛啊 我真的不用进去 这个东西进来就好了 我人不好看 再来上的菜色是麻油凤腰红菇面线 这一锅满满的馅料可以看得出老板在食材上可是毫不手软的哦 第八道菜色是葱油蒸野生红条斑 鱼肉新鲜扎实 而且一样非常的大尾 口感不错 口感不错 接下来点心的部分是手工鲜虾饺 虾饺和芝麻海鲜卷 虾饺精盈剔透的外皮 仍可以隐约地看到饱满的虾肉哦 什么意思 柳子 似乎 第十道是松茸干贝肚中 这道算是偏清爽的汤品 松茸具有独特的香味 而且营养丰富 松茸菜 香草菜 最後上的是綠豆糕跟哈根大吃冰淇淋 有巧克力的 沒有巧克力 繞我眼鏡 這個應該口味都一樣吧 我已經拿一張了 可以拿 綠豆糕 對綠豆糕 對 綠豆糕 新的嘉賓就是 他後面的那個 黃土基日本 對 一二十左右 還有黃土基 黃土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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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結一下整體用餐的心得 這是一家台北市難得一見的傳統版的好地方 相信勾起了不少人的鄉下童年回憶 雖然用餐的環境沒有華麗的裝潢 但老闆誠意十足 大部分都是真材實料的丘楼材 新鮮豐盛 而且美味 分量都不算少哦 差不多到第五六道菜的時候就開始有飽足感了 甚至其他桌的同事已經飽到開始打包了 CB值蠻高的 喜歡傳統流水席菜色的人呢 絕對值得來品嘗的哦 以上就是這次吃版的個人體驗 希望大家會喜歡這次的內容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訂閱按讚分享留言 我們下一部影片見 掰掰 拜拜